奥运在即 里约却经见超级细菌 研究人员在巴西的五座海滩 也就是下届奥运举行地点 发现了非常危险的东西 在2013和14年 从里约热内卢的巴纳巴拉湾 取得的水样本显示 当地有一种危险 具抗药性的超级细菌 受到感染的五座海滩 包括伊帕内玛 莱布隆 伯塔福哥 科帕卡巴纳 和弗朗明哥 另一项研究显示 该细菌也出现在 罗德里格弗雷塔斯泻湖 和流入瓜纳巴拉湾的一条河流中 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 将这种超级细菌 视为公共卫生的迫切威胁 该细菌具有抗药性 而且对有血液感染的病患 有一半的致死率 专家认为 这种超级细菌 在不锈钢表面非常活跃 而且是透过当地医院的污水 进入室内的水道 最后流进海湾中 李约让内卢为了争取去帮奥运 曾经承诺会清理水道 市府官员也表示 当地污水获得处理的比例 已经从11%提高到51% 但和当局承诺的80% 还有段距离 李约在奥运之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李约就曾经承诺会清理水道 李约就曾经承诺会清理水道